最后50米的冲刺 北体大波尔特全力以赴 北体大波尔特全杀成功 一句北体大波尔特 让我翻遍全网也要找到这场比赛 这是2015年亚锦赛 女子400米借力决赛 中、夜、日、三国之战 在武汉竹体育场拉开帷幕 大雨滂沱的天气也抵挡不了 中国金花即将绽放的激情 两年前的上海家门口 我们惨败印度队 两年后的武汉 中国四朵金花犹如狂风暴雨降临一般 收拾印度队的同时 顺便带着小日子不错队 此经此经 我想只有卡努老哥深有体会 见此情形 斯里兰卡队果断放弃决赛 回家收衣服 如此一来只剩下五支队伍 中国队位于第三道 他们分别是黄归芬 陈冲 陈文静 杨慧珍四人组成的最强阵容 第四道是我们的香港队 第五道是哈萨克斯坦队 第二道和第六道是我们的坏邻居 日本队和印度队 值得一提的是 刚刚在四百米决赛上 大放一彩的来自仁怀的女飞人杨慧珍 她将镇守着最强第四棒 比赛开始 第一棒的黄归芬 当年在四百米这个项目上的实力 相对比较薄弱 但是她的压力相对也比较大 如果能够和对手形成僵持之势 那么后三棒的队友则占据更大优势 因为第四棒是实力最强的杨慧珍 目前黄归芬是在第三位 她目前的节奏看上去还是有不小的冲击力 领先的是印度队 紧随其后的是哈萨克斯坦队 中文队应该现在不输 中文队第二棒是承冲 就是承冲冲冲冲 中文队应该是 相对还是一个领先的位置 印度队 哈萨克斯坦队 还有中文香港队 就是咬在一起 承冲现在排在第二位 中文队只要在前三棒咬出对手 沈静文这棒应该还是很强的一棒 从中这棒跟哈萨克斯坦队的对手 拼得很拼 在这个交接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因为前一棒的预言的体能已经到了极限 外棒选手不要着急触发 现在中文的第三棒是沈静文 你们要跟住哈萨克斯坦的选手 沃曼诺瓦 沃曼诺瓦也是很有势力的一拳 如果能够追上 甚至缩小差距或者追平的话 杨慧珍还是可以决胜成功的 你们有点 只能不知 可以让他输了很多 看看最后的交接棒 这边印度队超到第一位 最后的全部的压力是给了杨慧珍 新歌的本届 下景赛女子四百米的冠军 今天就二十三岁来自贵州 还是在北体大就读 原来是专项的蓝球运动人 速度越来越快 现在称为 号称是北体大波尔特 杨慧珍的四百米 那是跑得很凶的 他的前面跑得还是很保守 现在落后运动队大概几个身位 还保持着这个能量 看看最后的冲刺 其他运动队领先 运动队第二 阿萨克次挡队第三 日本队是排在第四位 看看最后一百米 杨慧珍 他是到了 遇到的外色 全力小天超 这运动队形成了坚持支持 最后五十米的冲刺 全力以赴 北体大波尔特 绝侠成功 杨慧珍的这一棒真的很强 这个真是硬实力 这个四百米平跑 真的是硬实力体现 杨慧珍最后这个绝杀和超越 也是让我们从观赛角度来讲 很振奋 这是田径比赛当中最需要的一种 观赛感觉 确实是厉害 这个北体大波尔特 名字虚传 也感谢北京举大学 培养了这样的 优秀的运动员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